Hello大家好,我是曼大帅,欢迎来观战吧,好哥哥的约瑟夫祭司舞女击球加杂技 这套阵容,嗯,打约瑟夫你还别说,我觉得就光牵制啊,打架啊,什么还挺厉害的 但是约瑟夫呢,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监管 这边能不能听到,好哥哥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呃,这波第一个躲柜子没能成,还省了一个擦刀时间 看第二个人,我觉得这个开局好哥哥是有机会能够打到三个人的 这边这个人是一定能找到,看他打一刀还是打两刀,打一刀吗,打一刀,两刀,两刀,双挂还是均下一个点 因为实际上还有一半,看到了看到了,三个人有了 甚至好像第四个人的可能性有没有,因为我们可以远远的看到祭司的位置啊 远远的看到祭司的位置 人挂上那边有个祭司,但是因为我们是有透视看得到的 他这边是要打一波双挂嘛,双挂的话,祭司过来了 那往前顶这边祭司有洞 呃,打了一个六刀 祭司是个满血,现在追祭司不是特别舒服 但他可能会交闪 因为这边好哥哥的一个打法是比较熟悉的 他这边是不管你那个状态是满血还是半血 这个闪是提前交了以后把你们这边全部打残 后续的话他通过第二波的一个镜像节奏也能把局面控制住 不像我这种 就你为什么我知道他可能会交这个闪呢 因为我看的比较多,我知道他这个位置又会交闪 但是你要是我会不会交呢,我作为一个菜鸡约瑟夫我是肯定不交的 外面全是残血啊,一个倒地的 我闪现到把这秒了,我挂上了,拍张照 在我的视野当中,我是会打这样的一个节奏 一刀,好漂亮 穷者这边的话因为前期的一个镜像是打了他们三个人嘛 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讲中间的话更多是要补状态 没有太多的一个先修机,总量加起来可能修了一台机出头 一台机刚好都出头都没出 一台机还不到一点点感觉 拍张照,做防守 这把因为前期镜像节奏好 我觉得好哥哥这把应该是稳平真胜 真胜面还蛮大的 穷者想把这个局势翻过来 他们得打非常好的一个打架 这边五女八音和减速 好哥这边应该不太会再去追祭司了 他这边应该是会镜像里面打节奏的 这波应该镜像里面打节奏 回去了吧 可能拍照的时间还有一大半的 这个时候再去追活人 因为没有闪现有点难 我觉得这个时候打镜像节奏 然后守住祭司这个椅子还挺好的 那这边似乎没有排到人的位置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的话这边五女应该是一刀 然后顺势看看能不能把这杂技给挂了 但是你要挂杂技的话呢 可能 这个祭司会不会被捞下来 这边他是回头来防一手 祭司没有人捞 控血 杂技这边的话控了一个半血 五女这一刀打完以后状态补不了 好哥哥这边能找到祭司的话 我觉得赢了 找不到祭司嘛 后面二十多秒以后闪现好了 也能起节奏 求者的话就一直在疲于奔命 救人刚刚两个人来救的 确实救得很好 结果上来看也不错 但是他们的机子基本上都没怎么动 对吧 现在总量加起来可能两台还不到 我们看一下机子 对吧 总量加起来也就一台半多 大概160 170的样子 这里是过来找到了祭司 祭司手里两个洞 这把祭司要顶起来的 他最好是什么反穿拉开距离之类的 转牌回来 跟没能反穿的话 这边闪现好了 你翻出去我就需要闪了 翻出去就需要闪了 好哥哥的闪现不太会空的 比赛也好 排位也好 他的闪交的都是非常的稳的 这边还有个地压室 地压室应该不会挂了 就进挂上以后直接拍照了 再压一轮机子 要挂地压室吗 挂地压室也行吗 挂地压室就是求稳了 好像也可以 因为当时那个位置的话 感觉挂上以后 旁边拍张照节奏很快 然后求人们来救 说实话来救 这个位置救下来 当然打架 然后祭司有洞 确实有操作的空间 这波挂地压室的话 一定救不下来 要救他们得 感觉得两个人来救 一个人是肯定难的 这里是来找 找镜像 反正知道你们 这波我挂地压室 就是让你们别来 杂技这边要赶过去 没有 没有什么想法 那这波气象打完 基本上就锁定一个胜利了 这局就是一个 完完整整的约瑟夫 从头到尾压着求生者 然后穷者一点机会 没有的一个局 这里甚至 哇 那个料区 这不是又一个双挂吗 这波感觉又是一个双挂呀 穷者这边 你们敢不敢来捞人 可以双挂 我觉得是可以双挂的 你们来捞人 那你们这个人的位置 就大概都能锁定了 这边有耳鸣 有耳鸣 妇女也给挂上 这边 机球手还不一定能捞的 哦 杂技来了 来了 捞下 哎 没捞下来 完了 出大事情 那这边的话 好哥哥转个牌 他好像已经排到 五女的位置了 就直 直勾勾的走过去 应该是刚才 那个看到 密码机的一个抖动 知道五女大 或者知道 这边有人位置的 然后杂技的位置 可能刚才也排到了 再一个地压师 再一个地压师 穷者这边的话 状态 两个人互补 补完 机子不够啊 核心问题还是机子不够 现在差了两台遗产 如果现在差一台呢 我觉得还能尝试 把一个人补满 一个人去救 一个人压机 现在的话 应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真的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看到 穷者有任何的机会过 就你可能一直觉得 好像局势还不是很明朗 但是过程当中 就没有发现 穷者有任何的 可以翻盘的节奏点 就可能你能够 慢慢的拖 慢慢的运营 但是打着打着 终归都是吃亏 这波照一拍的话 杂技的位置 有足迹 能看到吗 杂技也不太可能 把人救下来了 这边是已经看到了 那个机友所的位置 那这边的话 应该是 我觉得这边好哥哥 追杂技 可能稍微追一会儿吧 确定这边密码机 确定这边人救不下来以后 就是去找到杂技的镜像 然后过去打这边的 一个镜像双挂了 这两个人应该是都会被打 对 因为你去追这个杂技 就算你有闪现 你能起第一刀 你第二刀也不一定起得掉 但是我这边打镜像 还不了手的 对不对 就很清晰 思路很清晰 而且机球手的位置 他刚才也已经排到了 挂机球手 看了一眼机球手 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样机球手就倒在脸上了 全是细节 全是细节 好的也是 感谢那个不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